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11月上旬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9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较2023年8月,增长1.9%,较2022年9月,下降4.5%。 2023年第三季度,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总计1347亿美元,较2023年第二季度,增长6.3%,较2022年第三季度,下降4.5%。 据悉,月度销售额由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WSTS组织编制,代表三个月平均值。 按收入计算,SI占美国半导体行业的99%,占非美国晶片公司的近三分之二。 SI总裁John Neufer表示,9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连续第七次环比增长,强化了晶片市场在今年中期经历的积极势头。 半导体需求的长期前景依然强劲,晶片为无数产品提供支持,并催生未来新的变革性技术。 按地区来看,中国月度销售额环比增长0.5%,每周增长2.4%,欧洲增长3.0%,亚太其他地区不包括中国和日本增长3.4%,但日本下滑0.2%。 与2022年9月相比,欧洲6.7%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但中国负9.4%,每周负2.0%,日本负3.6%,亚太其他地区不包括中国和日本负5.6%则有所下降。 据多位半导体产业人士透露,三星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将NAND快闪晶片的报价提高10%至20%,明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还要涨20%。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预计一年之后,三星快闪要比现在贵70%以上。 三星的目的也很明显,经历了去年的大低迷之后,希望能够在明年上半年逆转整个快闪市场。 此前,市场需求极度疲软之下,三星,SK,海力士,美光,凯霞集体被迫大规模减产。 三星也在今年4月宣布将首次减产快闪晶片,之后又延长了减产计划。 第三季度,三星净利润回升至5.5兆韩元,半导体业务亏损减少了14.9%,减产策略初见成效。 这就是三星当下的策略,一方面持续减产,并不断扩大规模,控制市场的供给量。 另一方面,持续提高价格,刺激客户采购,提升自身利润率。 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Land快闪市场上,三星以31.1%的份额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凯霞还不到20%。 而在DRAM记忆体市场上,三星也拥有40%的份额,都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存储市况逐步回暖,随着三星、凯霞、美光三大原厂表示,明年报价要陆续增长。 分析师认为,最快明年下半年,价格就会出现全面上涨。 Trendforce一名分析师表示,8月9月开始有存储价格的反转, 甚至第四季度开始出现,有很多终端产品的季度合约价的确也开始上涨,大概10%到15%之间。 敖国锋认为,原厂应该有机会继续维持减产的规模, 表示原厂希望在整个卸货市场或市场上的库存,到明年第二季度完成合理的去库存化。 明年下半年开始,价格或将会出现较全面性的上涨。 为了提升价格,台湾存储厂商积极降低产能,促进库存消化。 画邦积极布局AI应用,还拿下苹果、Lore晶片大单, 南亚科启动制程升级,瞄准第二代10奈米EB制程。 群联最快年底推AI用SSD以及企业级粘5SSD。 与粘与微钢看好明年DDR50矿,均提升比重,改善产品组合。 实权则持续加重电竞占比。 三星也在加大高阶存储晶片的产量。 三星存储业务副总裁Tim J. Jones表示, 他们已经与主要客户完成供应量的讨论。 随着生成市人工智慧推动HBM的需求, 他们在积极扩展HBM3E业务, 明年上半年比例也将持续增加, 大概占HBM总销售量一半以上。 即使存储试矿回温, 分析师认为占据优势的还是成本相对低的存储摩苏厂, 各厂产能重新配置, 纷纷转到高毛利率的DDR5、HBM产品, 让生产DDR3的台厂明年有机会出现供应平衡, 甚至小幅供不应求。 逻辑晶片方面,外媒报道, 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告诉投资者, 将于明年下半年开始使用其第二代三奈米, SF3制程及其增强版4奈米级, SF4X制造工艺生产晶片。 预计凭借这两个制程节点, 将显著提高三星在晶圆代工市场的竞争地位, 并借由新制程来争取生产客户的新型产品。 三星电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行动装置市场需求的反弹, 加上高效能运算HPC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 预计整体市场将触底反弹, 迈向增长方向。 因此, 他们将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第二代三奈米制程, 以及用于HPC领域的第四代四奈米制程技术来增强技术竞争力。 根据现有数据显示, 三星第二代三奈米SF3制程技术, 是针对第一代三奈米SF3E制程技术的重大的升级。 虽然目前第一代的三奈米技术仅用于制造加密货币挖矿应用的小型晶片, 但三星表示, 其第二代三奈米技术将通过允许在同一单元类型内, 使用不同的环绕炸集GAA电晶体奈米片信道宽度, 以进一步提供更大的多功能性设计。 尽管三星没有直接比较SF3和SF3E, 但它表示, SF3比第二代四奈米工艺SF4提供了重大改进。 其中,包括在相同功率和复杂性的情况下, 执行效能提高了22%, 或者在相同频率和电晶体数量下, 功耗降低34%。 而且, 晶片面积也将减少21%。 第二代三奈米制程技术将于2024年下半年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 同时比第一代三奈米制程有更好的复杂设计选择。 总体而言, 预计SF3将是比SF3E更好的复杂设计选择。 另外, 三星的四奈米系列程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当中。 对此, 三星则准备推出强化版的四奈米SF4X制程技术, 以为数据中心使用的高效能CPU和GPU进行而客制化的生产。 这也将是近年来第一个专为高效能运算HPC应用而设计的制程节点。 三星的SF4X工艺技术有望将效能提高10%,同时功耗降低23%。 虽然三星尚未透露此比较的基准,但很可能参考了他们的标准SF4工艺。 这种增强版制程,是通过重新设计电晶体的原级和陆级区域, 重新评价其在潜在高硬力条件下的效能, 应用先进的电晶体级设计技术, 协同优化, 替DTCO以及实施来达成的。 韩国媒体报道强调, 三星希望凭借着完善的MOO构架, 使强化版的四奈米制程技术, 能实现60毫伏的CPU规验证最低工作电压, Vmin将断态电流IDDQ的变异性降低10%, 确保稳定的高电压VDD运行以上一幅且不会影响效能, 并提高SRAM的支撑程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援了。 谢谢。 对本频道最后,请内容祭助襲 ws.